做過了,所以這部分的話請各位也可以回去試試看 地址VBA 按下去 自動全部幫你做完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出來,基本上 我指定聚集給各位看一下 重點就是說在這邊先關掉 在這個地方,因為我判斷的話 會有兩個回圈,一個回圈是列回圈 I嘛還記得吧,從上面到下面 然後呢,J是藍,藍的話是2到9 因為第一藍是姓名不用 第二藍是郵遞區號 所以判斷一下如果他等於2的話,那表示是郵遞區號 那我分別放在哪裡呢? 放在一個陣列裡面 最後再把這個陣列全部組合起來,就是完整的地址 所以特別注意,我們最後輸出到K藍 K藍就是從A0到A9 這中間會有判斷,判斷什麼呢? 程式接到不用判斷 會需要判斷的是在這裡 第5,5的話是斷 如果裡面不等於空字串的話 ZEN ZEN什麼呢? ZEN把斷放進去 那你會想說不等於空字串,那等於空字串呢? 等於空字串就跳離了 就不會去輸出什麼,就是輸出沒有 那這樣的寫法會 簡單一些些,就少什麼 少多寫什麼呢? 什麼ELS的啊,什麼END IF 那如果你有同學會問說 老師那為什麼,之前你不是說 IF ZEN 還有END IF嗎? 為什麼這裡沒有END IF 特別注意,如果你這個敘述是 簡單的敘述 就一個 一個簡單的敘述的話 你可以放在ZEN後面 不用END IF 這樣會比較 不用再多寫一行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是把它寫在後面 會比較簡短 那多重判斷就是這個範例 IF有沒有 ELSIF 第二種 ELSIF 所以你可以一直ELSIF 那很多種判斷 那一般的話 書上面會教用slate case 不過其實我覺得 結果一模一樣 那你已經學過IF了 那你在學ELSIF 不用再多學slate case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簡單一些 結果一模一樣 那幹嘛要再學多一個 有差 差在哪裡呢 效率 slate case的效率會比較快 快多少呢 以這個範例來說 快大概百萬分之一秒 所以 意思就等於是 沒差啦 因為現在電腦速度太快了 早期是因為 電腦速度不夠快 那用slate case會快一些些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處理 幾百萬筆資料的話 當然我還是建議你用slate case 不過如果你沒有要處理到 百萬筆上的資料的話 說真的 沒差 OK用這個邏輯判斷 那我們就是判斷 這個 斷向弄號樓 OK 那最後把它輸出到 K欄 全部把它組合起來 有沒有 放在K欄裡面 最後呢 再清除掉 因為如果你不清除的話 變成你下一個資料 它會去用到你 上一筆的資料 比如說 上一筆有斷 下一筆也沒斷 因為如果你沒有清掉 上一筆的正列裡面的資料 下一筆會出現 莫名其妙 本來沒有斷 會出現有斷 所以這邊會清除掉 我們的 舊的正列裡面資料 OK 大概是這樣 另外的話 還有就是說 資料庫 最後的話 資料庫 如果說你今天 希望把這些資料 放到資料庫裡面 再查回來 如果我今天查什麼 中校東路的話 它要自動增加一個新的工作表 幫我放進去的話 那怎麼做 最後 剩一點時間 我快速的demo一下 給各位看 就是第一個 SS資料庫 現在好像越來越少人 學SS資料庫 不過假如你剛好需要用到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建一個SS資料庫 那我第一個先確定一下 我的資料 我先把它放桌面上 比如說我先放 這個檔案我是放桌面上 叫做地址合併 OK 已經存在 取代掉 OK那我放桌面上 那資料庫的話呢 請各位也放桌面上 因為 他們要放在同一個資料夾裡面 就對了 那我要怎麼樣快速的 假如說各位將來 有沒有有需求 快速的把Excel資料 放不到SS的話 什麼方法最快 第一個我教各位要 第一個開SS 如果你SS都沒有學過也沒關係 第一個請輸入那個資料庫名稱 叫地址好了 OK 然後放哪裡呢 開啟一下 放在桌面上 按確定 建立一下 有沒有 給他地址 建立 這個時候呢 會產生一個完全空白的資料庫 那裡面沒資料怎麼辦 沒關係 外部資料 Excel裡面有沒有資料 有嘛 所以最快就是從外部資料 找Excel 當然你如果別的格式 文字檔 或者其他的都可以轉 那個檔放哪裡 放桌面上 就是我剛剛放的這個地址 而並的這個範例 開啟 按下一步 找到這門按確定 匯入進來 那他會問你 你要找的是不是地址 這個 是 按下一步 那第1列是不是欄名是下一步 所以基本上都下一步 那我們匯入的這個不要匯入好了 這個如果不匯入的話 就把這邊改成什麼呢 這邊不匯入此欄打勾 有沒有 他就不匯入了 所以基本上我就匯入前面的 到地址就好 按下一步 然後不要組索引 下一步 工作表 對應到的就是資料表 地址按完成 OK 我們就建立好一個了 關閉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地址這個資料庫裡面 就會有一個地址的資料表 打開來 就是這些東西 那如果說今天我需要 把這個地址裡面的資料 假如有什麼中校東路的話 假設這個會員資料 查到以後呢 幫我放到Excel裡面去 那要怎麼做呢 首先的話我們建立好之後的話 再來 這邊把它關閉一下 這邊 我已經寫好了 因為時間不太夠 所以我 這個地方會給各位程式 在這邊的話 我就寫一個 利用什麼 ADO SECLE 去查詢資料 那首先特別注意 我們需要幾個資料 第一個 就是在 一樣的路徑底下 會有一個什麼 地址的 ACCDB 就剛剛建議那個東西 如果你沒有建立的話 程式到這邊會錯誤 第二個的話呢 上面會有 ADO ADO這些東西 如果你要能夠 啟動ADO的話 特別是ADO是外掛的 Excel本身是不能夠存取資料庫 如果你要存取資料庫的話 記得要先把它掛進來 那怎麼掛進來 特別是要 在 工具裡面 會有一個叫做設定引用項目 比如說 他原來不能夠去 存取資料庫的 你就要怎麼樣呢 把這個打勾 他的名稱叫 ActiveEx Data Object 版本大概是2.8 預設是沒有的啦 如果沒有的話 你一執行 這邊就出錯了 所以 工具 設定引用項目 找到那個 Microsoft開頭的 ADO的 這個元件 記得把它打勾 按確定就可以 這樣的話呢 才可以去存取資料庫 那這個就所謂的外掛 也就是本來Excel不能做的 但是藉由外掛 他就可以做 比如說或者是你要寄email出去 你也可以用Outlook元件 外掛進來 Excel也可以寄email信息 把你的email寄出去 那再來的話 查詢 這邊有個SQL語法 這個SQL語法是select 所有的資料 From哪裡呢 地址這個資料表 會有地址欄位 後面用like 什麼呢 萬用支援 裡面的話是一個S S是從哪邊來的 Input bus來的 然後查完之後放哪裡呢 放在我們一個新的工作表 這邊有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名稱的話呢 就是你查的那個 名稱 所以做完之後的話呢 最後就是 自動產生 然後並且把 連線關閉 那我們來試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我這邊執行 因為我已經有 已經有那個 資料庫了對不對 我把它執行一下 這個時候會 跳出什麼 請輸入查詢官 那我要查 比如說這個是會員資料 有沒有會員住在中校東路的 我想要知道一下 那你可以輸入中校 東就可以了 關鍵字 所謂關鍵字 前後 只要有出現中校東的話 他就會幫我 按確定之後 幫我新的 新工作表 把所有的資料 查回來 從資料庫繞回來 放在裡面 然後再切回來 按確定 OK 各位可以看到 有沒有這個時候呢 請各位看下方 有沒有出現一個中校東 點擊下去 中校東路的會員就出來了 你就可以去跟他 比如說你要跟他聯絡啦 寄信給他 這個時候就可以去做了 那因為 時間不太夠了 也是 所以我把 程式碼已經放在這裡 所以這邊 往下看有沒有 利用ADO 去 查詢的 從這邊有沒有 複製下去 一直到END SUB 特別注意 第一個 這個是程式碼 你可以在旁邊增加一個按鈕 按下去 就可以去查了 那第二個特別注意 記得 要把那個 設定引用項目 這個一定要做 因為你如果這個地方沒做的話 你一直行起來會怎麼樣 他會跳出什麼 他不 他 如果你假如看到這個訊息的話 表示他不認得這個元件 要讓他認得的話 就是要設定引用項目 工具裡面這邊 記得去設定 項目 就OK了 好 那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 不是每個同學都有需要啦 不過 你大概知道說 ADO有這樣的流程 那你可以把這個東西當範本 以後呢 可以拿來套用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所以在 地址 合併地址 這個範例裡面 基本上 會有 第一個 用函數 串接 第二個 VBA 第三個 制定函數 制定函數 已經寫好了在裡面 第四個是 透過 SS資料庫 當然你要建一個 SS資料庫 然後 記得建的位置 要站在 要建立在 一樣的位置 同一個資料夾 或者同樣 在桌面上 然後再把雲端上面那一串 複製貼過來 不過你們可以看一下 我都有註解 可以稍微看一下 再來就記得要 啟動ADO 要把它引用進來 這個時候 他就會自動 怎麼樣 是去 SS資料庫撈資料 撈完資料 怎麼樣 再幫你寫回到 ECL裡面去 這個是一個 活的範例啦 如果你們將來有需要的話 自己再做一個變化 把這個當成是一個範本 那ADO他的主要角色 就是什麼 就是去 跟資料庫溝通 那ECL本來不行的 就藉由ADO 就可以去做 那裡面還有 這個SEQL語法 像SLAIR的所有方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資料庫的共通語言 以後如果說你們想要再進一步去了解 資料庫的運作的話 請各位自行再去參看 SEQL 語言的 相關書籍 那你就比較知道說原來可以透過 ADO去幫你 查詢之外 還可以新增 修改 刪除 其實就可以做很多應用 這個部分的話 太多了 所以 我們這門客 大概就是幫各位開個頭 該講的都 大概都講到了 因為 太多要講 其實也 時間不太夠了 所以 我有把相關的東西補充在雲端上面 所以 今天的部分的話 我有做錄音錄影 所以如果各位有些細節 沒有聽得太清楚的話 再Repeat 聽一下 第二個是雲端的白板畫面上面也都有 另外有一些可能來不及講的 我有把檔案放上去 程式碼放上去 那你們只要花一點時間 就可以 截取 其實這個很多是我這幾年來 整理出來的結果 可能剛開始 本來不是長這樣 陸陸續續 因為 上課的關係反正就是RUN 然後同學有反應 然後就改 改改改修正修正 其實修正到現在應該已經差不多是一個 比較 成熟 而且穩定的一個版本 裡面程式基本上RUN起來應該 幾乎沒什麼BUG 不過你其他需求 每個同學 都不太一樣 那就自己再去做一些變更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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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